作词 李宗盛 我们身上每个细胞都需要血流 在那个地方提供养分 提供氧气 同时把它代谢的一些废物 比如说二氧化碳给它攜带走 这样难够持续不断 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 它都能够自行产生出 那样的一个氧气出来 不可能 所以需要外界的弄过去 那什么是把那样的一个氧气 送到那个地方 当然透过心脏 透过肺脏 那个气体交换以后 把含氧量丰富的一个血 送到心脏来 心脏再透过左心室那个地方 一收缩 主动脉打出去 然后到身上各个地方的一个动脉 所以这个动脉的一个结构 就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确实是 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 绝对不是一个空空的一个管子 在那样的一个位置 而是有非常丰富的那样的一个细胞 层次感不同的一个细胞 来去把这样的一个责任 去把它担负着 把血流送到各个身上各个地方去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厚的 譬如说这个是肌肉层 在这个地方维持着血压 你如果打出去旁边这个地方都软趴趴的 那血流打不了几步 它就没办法往前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有肌肉可以收缩的时候 让这个血流可以往前 那么配合着心脏的一个结构去往前 然后内部又要非常平滑 尽量要让它的一个血流的输受量 是很足够的状况之下 它一定要是平滑的 如果造成阻塞的时候 那当然末端就会熬熬待补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也不是说它就独立自己去运作 它还有血管支配它的神经来做帮忙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经 譬如说交感神经 兴奋的时候 这个可能会某些部位的一个血管 譬如说到周边来比较不重要的血管 它就会收缩 它就会比较没有血流过去 到那个肌肉 那个地方要运作比较大量的 这个运动的那些组织器官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血流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是调控 也透过这么复杂的层次安排 能让血流的一个输送 根据着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一个状况 来去做最合理有效率的一个分配 所以任何事情不是说 我们就坐在那里 跟我们跑 跟我们在很紧张状况之下 身体各个地方的一个血流 它的一个分配都是固定不变的 不是 所以你看看这个人的一个结构 那个智慧型的调控 在不知不觉间 我们要非常感恩 譬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场面的时候 那当然血脉分章 心脏跳的速度要快 打到肌肉的地方的一定要快 这个才能够在那个紧急应变状况之下 做出合适的一个反应出来 就是战争 尤其是要革命等等 这个背后都是蛮辛苦的情形 这个辛苦在取天下之前 得天下之前是一回事 得天下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这是刘邦 汉朝 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 不容易 最后他取得天下 这个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 不在话下 那当时 去帮助他取得天下 有非常重要的几位 勇将战士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韩信 彭越 英步 这几个后来如何 这恐怕历史 我们也必须要去学习的地方 跟着老板 很重要 你要了解老板到底想什么 个性是怎么样子 不然我们就可能变成他们其中之一 这是有这么复杂吗 好 话说 这个刘邦取得天下以后 他要去讨伐一个地方的 这个有点叛变的 叫陈希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这个是个人民 到那个地方去讨伐他 那么就要征召其他的一个大将 说你要出兵过来 结果他就下指令给梁王彭越 说你要过来帮忙讨伐 结果彭越就派兵过去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 自己没有去 最后结局是怎么样子 会跟大家报告 那话说就是彭越 那这个彭越就旁边有人跟他讲说 你知道刘邦是不太信任人 你这次又没有自己去参与 这个讨伐的这些事情 会不会会有大难临头 那干脆还没有大难临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反叛 策反 结果彭越说不行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但是有些新闻的消息会传到 刘邦那里去 传到老板那里去 结果老板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就怠念他还是当初 开创这个公司 国家战功标柄 所以贬为树人 贬为树人 然后贬到这个鼠地 荒府的地方去 他就在迁徙过程中 就是很辛苦的走的一个过程 遇到刘邦的太太 这个皇后 遇到皇后就跟他哭诉 哭诉说 你看他也要怠念我当年 这么样辛苦一起打天下的努力 所以是不是我贬为树人可以 你不要把我贬到那个鼠地 那么样荒凉的地方 让我回到我的故乡 昌邑那个地方好了 那这个刘邦的太太 这个皇后就说 讲得有道理 好 我带你到洛阳去 现在刘邦在洛阳 你跟刘邦来 我会安排 你跟刘邦来说明一下 那么他也许就会让你到故乡 结果他面见刘邦 这个皇后面见刘邦的时候 跟刘邦讲什么事情 彭王壮士惊喜之暑 你把他弄到这个暑国去 自此一患 从此可能造成 他在那个地方又长 势力结极 后来会反过来 来跟你造成叛乱 不如把他杀掉 最毒女人心 刘邦本来还不想杀他了 就要把他杀掉 最后彭越确实就被杀掉 不只杀掉 他还把他海掉 海是什么意思 剁成肉酱 然后分送给文武百官 每个人回去的时候 带一个罐头 这是彭越 梁王的肉做成的 提醒大家 你还是不要有恶心 恶心 认真的服侍着刘邦就好了 所以这个 实在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人还是要 我们的硬颈 脖子 非常重要 要有点骨气的意思 真的 要杀的时候 也要引刀成一块 变成被剁成肉酱 实在是蛮恐怖的事情 脖子这个地方 我们的一个甲状腺 是大家所熟知的 他站的一个位置 这个病人 一个四十几岁 一个女性病人 他就是左边的一个脖子 发现了 这个有点肿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 做超音波的检查 我们可以透过超音波 很清楚看到 甲状腺里面 它肿大的一个结构 到底是什么 所以得到的一个结构 你看看这样子 这个不太对了 这样的 我们判读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看它均匀 是不是很平整的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组织 这些细胞 聚集在一起 相对长相 就不怎么温良 恭敬让的那个味道 有点点 有点怒目而逝 有点点恶势力 集结的那样的味道 包括血管 都会增多 所以进一步 这个内分泌的 专科医师 就会进一步 给他做 这些抽吸的一个动作 抽吸的动作 就是我们可以 抽到里面的一些细胞 然后给他做染色的时候 可以看到 他到底 是不是循规道矩 还是有问题 结果发现 是有问题的 所以给他做 电脑断绳的时候 肿瘤的一个位置 在左边的 左边的 这个甲状腺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左边的甲状腺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 因为它是恶性的关系 就甲状腺要切除以外 附近的一些淋巴腺 再给他做清理 清除的一些动作 不过这基本上 甲状腺癌里面 绝大多数是治愈 或者是说 治疗的一个效果 是蛮好 当然要跟医师配合 需要后续 如果需要做 点一三一的一些 治疗的时候 再配合 它整个讲起来 它治愈的一个疗愈 治疗的一个效果 哇 事实上是 蛮好的一种癌症 也不是要听到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这种天下 我们要努力去 达成目标的时候 比较容易 要分享的时候 非常困难 沟通要始于分享 多跟别人 那份的一个尊崇吧 感恩你收看 再会